大家好,我是宝妹 我是宝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 继续朋友收听我们 第二点钟的节目 感谢阿宝老师和宝妹 在这里为你帮我主持 主持后面做不后面 不清楚,不了解 6338601 6338601 好,接着来看一下听友呢 到底我们塞尼的李先生 他在温室 他利用戒指再配到小黄瓜 他普勒特12号站 做一遍的第一罐 他半公斤 10冬水呢,500公斤 但是现在现主持 又有这种过程 有大头尾尖的情形 有人告诉他 是不是背料太多 只不过他还是 觉得不可以放心 听说背料不够 所以老师他在这个部分 要如何来调整 他现在也有再买 金墙手 还有四美八概 这个在整整个的一个背料的这个容量里面 那么我们有计算过 这个通常就是说 你一分的面积里面 大概每天给一公斤 这种用量是比较恰当的 很简单的计划性的用量 这一般都是用这样的计算 就是说我大概 如果是要去给他 计算他的这个容量 大概就是都 差不多是利用这种方式 来给他 来给他这个计算 那么 从这个量起来 他其实基本上 这个量是不会太多 就是说是不是有太多 是怎么做 这目前的 如果是他这种的这个用量 所以是这个上的 不是不会是一个过度的 这个这个 就是说他超过太多 是怎么做 所以这个量呢 事实上是可以的 就是说他 当然有当时就是说 他的这个 这个结果 这种的这个情形 那么我们可能 要稍微来注意到 这有当时就是因为 天气的这个关系 温度顺费费费费 以及肥料吸收效益 各种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造型 就在生长上 比较好 所以在这部网同学 都会建议说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 再做个调整 并说你早晚 滴灌一次用半公斤 半公斤 这如果是一分地来说 这个量大概是 就已经是足够的 所以10栋水 这个500克 这个肥料不会太多 我们要怎么去看 这个肥料是不是太多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看这个页盐 这个核心这个地方 肥料的土壳不及有些 有些什么 这个 这个 在那红红 感象 这种的这个情形 如果有这种情形 那么这个同学 就能去确定说 应该是 应该是 这种 这种问题 可能肥料用太多 这绝对是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可能就是说要稍微看一下 那么如果如果是说 温度胜过头 比如说你早晚一次 那么你在下肥的时候 你这个 你可能这个水的这个量 因为你把它收起来 这因为这个也没有面积 所以你说 这个一桶水 一般来说 在温人这种天一天 对消防官来说 一分的800升的水 是一个基本的需求 那像现在 走在这种温度馆 之前有这个一桶 在里面这个情形 可能水量要增加1.5倍 可能这个要到1.1 1吨2 要动机的这个这个水 你正常是说 没什么问题 所以你可能就是说 每一遍 这个水 不是说只温度一遍 比如说像我们 再去一桶出来 我们就开始 因为它不能让它有一个好 那么水量下去 到差不多10点 10点这一家 尤其夏天 我们希望说 你可以再走一遍水 走一遍水 你不一定要走肥 但是最好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这个亚宝 你也走 你也走这个肥 但是亚宝这个肥 你会把他放得更多 你会把他一部分 比如说你再去500元 你中途这时候要补水 要补水的时候 有人说我补清水 最好不要 尤其你做这个南庚 你如果是做这种介质栽培 最好不要用 全部用清水 因为你这是在土壳底 你如果说在土壳底 在管的时候 早晚这种滴管 你会用清水 你如果是用这个南庚 这用拿无土栽培的时候 不可以用清水 所以你这是这个介质栽培 介质栽培的定义无土栽培 所以这种东西你没用土 所以你不可以 保清水 尽量有的人说不要紧 但是最好还是一粒薄薄 比如说你 栽培 你五百区五百区 五百区五百区的这个水 那么你这个 10吨的水500克 其实这个量很低 这个量非常低 所以这一般来说 这个 这个量有可能是不够 因为我在担心 是说因为这个水量 因为你10吨水 10吨水你用的一个 你如果是做低管 用到10吨水 这个可能要稍微计算一下 这个水 是不是 因为你如果是正常来说 就是说 一个这个 它的需水量 在这个植子栽培 那么 它一分底 一分底大概在一吨半 1.2 1.2到1.5 就是说它 高峰的这个 这个水量的这个水球 就是说较软的时候 我们一般通常是这样来 给它这个 计算 所以 这个量 这个可能要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这个每天的 一个这种 这个水量的这个部分 所以 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所以你的技术就是说 这个肥大概 如果是一分底500克 绝对是不会太多的 因为你看看 会比较好就知道 所以 可能我们来进一步 我们希望这位 提唱朋友 你可以 有机会 用一点唱片 可能你 可以 让你 更清楚 知道 更清楚 知道 知道到底 为什么 这个头大不顺 那么一般 如果 这个头大不顺 这个情形通常是 他的这个 简单说 简单说就是说 不夠肥 为什么 这个不夠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不夠肥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吃不到 有可能是吃不到 有可能 我们给他的这个量 不太高 我们这种病例 你也要知道 那么 这个有时候 就是说 他的这个 不太够 这种的一个情形 所以 这点 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 这个大概是 是这种的情形 那么 为什么 他的这个不太够 接不到 接不到 有几种的情形 就是说 我们可能肥 真的不够 那么 很多这个问题 有可能就是说 他的肥料的分布不均匀 因为你做接质栽培 别人说我现在 这个水 我把他滴灌 滴灌的时候 你滴灌 你再照保清水 保清水的时间 像会好等 把他的肥料 很多把他洗掉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如果是要保清水 有可能 就是说可以在这个 中岛那时候 保保稍微看 那时候 比较 有必要的时 不然 通常是比较不需要 这样子 就是说 给他 就是要保清水 你也是要保 一个第一季 就是说 那个时间 让他 这个肥份 比较少 这个东西 这个大概是这样 所以 你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你目前 看起来 我个人 可认为 他应该是 高温 这个肥份 你也想说小黄瓜 这个什么夏季 耐热 这什么 都跟你说 这是什么耐热的 这个小 其实真的小黄瓜 没有那么耐热 这相对比较 可能就是说 这个品庄里面 在这里 稍微 比较 那一点点 热 这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 去比较 就说 在这 水分里面 他可能 他稍微看 比较 比较 耐热的一点 这样 这是一个比较 最大的问题 所以 在这里 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那么 在这个肥份 还是要稍微 小心一点点 所以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 高温 高温 来给他 引起的 这个问题 所以你用一些玉米树 因为对小黄瓜来说 超过28度以上的这个温度 那么在对的生长其实是 有一点点是抑制的 虽然 你整天看他也做不到 低于15度的时候 他又受不了了 但是高于28度 其实他也没有很舒服 所以我们尽量可以 在这个 热障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用一点这个玉米树 那么来给他做一个这个处理 这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总控 那么这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就做一个这个参考 一般我们这个滴冠 滴冠的这个这个系统 大概都是 比如说 他有时候是 一点钟 这个地两立 还是说 这个 地多少 这有时候你这个时间 供应不够 甚至还要另外有的人 一条抵冠带不够 要用两条还是怎样 这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需求 这我们可以进一步 再来这个 探讨看看 这样 这希望说 如果是有机会 大概呢 我们再进一步 来跟这个做一个讨论 好 来 6338 601 6338601 这是现场 Coin专线 好朋友 可以多加的利用 马上来看的是 陈玉峰 陈玉峰问阿宝老师 是不是可以麻烦 你感觉一个 油管木质树 黄酸钙 对我们 高手的运用 包括 他是不是可以 利用它来做 发改的这个 液体肥 这些东西 这应该是 一些这种 所谓这个木质黄酸 那么它会有一些涵盖 这些东西 这会对来 这个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 这些 一些类似就是说 这个 泥炭 还是什么样 这种东西 很多 很多 因为它是处理的 这个过程 所以 因为钙呢 不太容易去 消化吸收 这对 对人来说 也同样 对这个 作物也是同样 所以 用一种 一个类似像 高分子聚合物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 叫做木质黄酸 这些东西 然后它会凹合一些钙 这 拿来做 在根部的 这个 这个 输用的时候 大概 其实也是可以去 去使用的 这些东西 那么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 高分子的 这种 就是可以 你可以 简单去理解 它 很像 跟那个叫什么 都有 跟 就是很 很类似 就是跟 嗯 骨质酸 这类的 这些东西 这个是比较类似 但是就是说 它可能不是完全来自于 这种的 这个 就是说 它 有时候 这个东西 好像是 制糖 做这个 糖 做一种 我记得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 从欧洲来说 欧洲 他们是做 这个甜菜糖 那时候 那么 他说三星的 这种 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人 现在有一种 现在有在说到 一个什么 多糖 多态 尤其是 多糖 这个 越来越复杂 这 还有一个 化学 化学底子 都已经没什么 没什么 有效应了 反正 这种东西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 它有很强的 这个 因为 它是这种 高分子烟烙 它是一个 带负垫的 这个 这种 这种 英里脂的 这种 东西 所以 很容易去 熬合一些东西 所以 有的人 拿来做 有一种是 干燥的 这个油 在那边 贫草的 这边 所以 那么这一人 在 这个 政策里面 他能够去 因为木枝树 这种东西 它是 有糖 这个地方 做糖 做 这个 甜菜糖 这类的 这个东西 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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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产物 这 在国外 他们有的 去 沉在 这种 饲料 里面 那么去增加 它的 这种 啊 这类的 嗯 这种 治疗 就是说 可能的 烫烫 这 动物比较喜欢吃 是怎么 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你如果要拿它来做这个发酵 做这个应用 这个应该也可以 这些 很多都是拿来做的 类似 你就是把它弄成像糖 你就把它想象它是一种干燥的一个糖蜜 那么为什么会有钙 为什么会有钙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糖 这 啊 在做糖的时候 它的蓝石灰嘛 所以这个东西 就 啊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这个糖 所以呢 它就叫做木质黄酸钙 啊 因为这个 啊 这种 在做糖的时候 这 这种 做糖 的过程里面 这个这个副产品 这个东西 是这样 所以 这你可以先知道一下 这 啊 反正它有糖 所以 啊 它就是一个含碳 你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含碳的这个化合物 那么 但是呢 这里面 要小心的就是说 啊 它有一些 可能就是 还有 含有钠 这个东西呢 会比较复杂 啊 那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拿来 用 你如果是要发酵 要做这个 反正呢 就是提供这个碳元 大概是这样 啊 有些人会说啊 噴下去 啊 做不太会变啦 是怎样 其实这个东西 用在这个途中里面 就是增加 它的一个类似 提高它的一个土壤的 有机制的解析含量 简单来说是这样 那么 也不是什么坏东西 拿来当发酵液肥 你就把它想像 它就是像 它是含碳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这个 像糖比辣这种的一个功能 只是说它是搭的 应该一般你拿到的应该是粉的 以前我们有一个 以前意大利人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利用这个木质 这种木质黄酸去熬合这个微量元素 这种木质来噴在这个 页面的时候很好用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在潮湿 在这个果实在成熟的时候 你把它噴起它 它有一个钉钉 然后在我们台湾 这个湿度很高 那种东西又黏黏 所以在钓在那个 格式的标面 那钓在格式的这个标面的时候 刚刚这个天气好没关系 刚刚刚濕度高的时候 那时候呢 在上面有一个药班 那种东西要生锅 因为那很营充的嘛 所以有些威生物的去利用 所以就会有一个产生这种果斑 这种问题在这个国外也都有发生过 因为在国外 他们比较不像 我们像意大利 他们这个地中海小气候区 那么他们的一个下干冬雨 所以他们在噴的时候 那时候都很大 空气比较干燥 他们这种问题很小 这在台湾也没出席过 这有发生过这种问题 这很多一种 这找不到什么原因 这没得了解到 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也在我们那天 我说到有一个台湾人 他其实他也很懂这些东西 他在大陆在买葡萄在用的这个叶免肥 其中就有染到这个东西 然后去造成这个 这种果斑的这个情形 哇 你还知道 在大陆这都没完没了 所以也挺挺刺激的 好 这很知道很怕 如果不知道都不怕 所以你如果拿这种东西 这个是不是很好的钙 是也是一个钙 但是高分子去大分子去熬合的钙 那么你如果噴到面 植物不太容易来直接吸收 所以这很多都是拿来罐头 那么罐头因为这个含糖 这木质树 木质树有一些糖 所以这个东西 在土壤里面 其实就是微生物的这个肥料 所以有的人说 冠冠的感觉 这个又够吃点还是怎样 就反正就这一回事了 所以就让我们听众朋友 先做一个了解到 你如果是要做这个发酵 做这个发酵液肥的时候 那么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呢 你就把他动作像糖味来应用 让我们听众朋友先做一个了解 好 63386-16338601 这是现场的科研专线 欢迎我们乡亲的多交的利用 好啦 再来看一下听友 我们的听友呢 吉米 好 来 老师看一下他的问题 他说光合菌 EM菌 牙包感菌 南座会灌头 应该会共生 是不是可以带他来灌地球 这种东西你灌在灌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 但是在被用的时候你要抗皮 你不能把南座会抗皮 尤其所谓这个光合菌 跟这个 牙包感菌 牙包感菌 牙包感菌也不一定是单一菌种 但是一般来说这两个可能还稍微 单纯一点点 EM菌 我们说的这个EM菌 这上是一个 啊 这种多菌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复合的 所谓EM Ephetic 有效的 有效 这个 微生物 这种的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简称叫做EM菌 这种 这个东西因为 它很複雜 所以呢 你如果是说 要去培养 做什么 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就是说你在被用的时候 不要把这些东西夹夹夹做会 这 有的人说不要紧 不要紧就不要紧 你若是没讲究 这有的人吃饭的时候 这个 以前我们阿公 吃饭的时候 如果是饭去搁到菜汤 我们有时候 以前厨林很软 我们吃饭 像这种厨林里坐不住 以前厨林更多 我们的古厨都很低 所以都会把饭低低 去米浸家 在屋檐底下 外面还有一点点风 像在里面 坐在外面吃饭 以前我们说 饭 饭 饭在外面吃 你就看到 它分得很清楚 如果去搁到菜汤 饭就不可以 所以 这种人 有些人说 吃吃下去 不是都同样 吃咖喱饭是怎样的 咖喱一瓶饭一邊 如果要吃的時候 就要咬喱饭 你咬喱饭 他就不要吃 這就是有的人 有这种拘据 有的人就没有这种拘据 所以 你到底什么 有什么是对的 这个世界有什么是一定 一定是怎样 有这种事情 所以也不要太纠结 好吗 所以有的人纠结 哇 整个人都要安装 安装 这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说 你如果问我 当然我的观念 里面 我就是饭就饭 饭就饭 一种 当然吃饭 我刚才有病 我吃饭很乱饭 吃饭 饭肉炸 饭饭我就吃饭了 就一碗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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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简单 但是 这种维生物在培养的时候 你可能尽量要把它分开 那么 在想象中 这位罐头 这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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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个土壤里面 他们就是各就各的 鼠龙公胸 自己有自己的威力 他们就自己去发展 那么是不是会产生共生 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 我们在生物学上的共生 是一个很严格的 比较严格的定义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菌根菌 它是含植物 有一种深度共生 我们的菌根菌 他们两个是 像菌根菌 它是侵入植物的根系 这两个真的是 真的是夹造会 这种富力共生 在生物里面 我们最简单的是什么 这个小丑鱼 有了 这个 泥木 这 一块鱼 这个 小丑鱼 小丑鱼和珊瑚礁 它们之间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共生的 这个关系 所以 在我们的定义 这个共生就是生物界里面 两种物种中间 它是相互依赖的 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 双方都能够得到好处 这种叫做互利共生 这种叫做共生 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共演 是强调共生 特别在讲的都是 互利共生 当然 有的 就会得到利益 比较大 有的就没有 利益那么大 比如说我们的肠道 我们的肠道里面 也有一些共生 其实共生有一个 互利共生 我们很多说 彼此都有得到好处 那么有一种就是说 偏利 有的得到的好处 有的一方面 得到的好处 这也有可能 还有一个共生 叫做偏害 我聊得多 你聊得不太多 这很多 但是他们这个中间 他不会去毁灭他 他 我也是有这个 营养给你 你也有营养给我 但是我出较少 你出较多 这种对你来说 就是这个偏害 对你有一点也不好 但是对我 是没什么样 所以这个大概会有一些 比较 不一样的 这个 所以在这个维生物里面 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形成 一个共生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 他们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互相之间 其实维生物之间 大部分 比如说 像 这个消母菌 消母菌 有这个 有很多 这些 就是大自然的 这个青豆腐 这些东西 他就会去 三成很多 这些 有三成一块 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出来后 就有可能 其他的这个维生物 他能够利用 这就会形成一个共生关系 我相信是有这个科零性 但是他没去研究到那里 那么我相信是会有这个 因为这个 EM菌本身 EM菌本身 大概就是几个比较大的一个族群 比如说有光合成菌 有光合菌 有这个乳酸菌 有这个酵母菌 这有这个放腺菌 那么很多 点点点 竹帆不及被宅 这有很多 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那么他这个东西 放在一起 他这个保障中间 那么基本上 应该是有一定的 这个关系 我相信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但是你说 要研究得很清楚 大概也是很难 那么 大概是一种的这个情形 这个 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 EM菌 其实这个EM 就是有效维生物群 它是一个群体 它不是一个 EM菌不是一种菌 它是一个维生物族群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 反正它是挺复杂的 这些东西 在这个维生物里面 也可以做很多 这种的应用 水产 还是什么样 那么反正 它就是一个族群 所以 也还挺 挺 複杂的 说真的 对这个地区来说 对地区来说 这对地匠 这 当是你要用这种 卫生物 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 途中的这个有机质要有效 这效果要好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都要有效 途中的这个有机质 有效的时 那么它的应用的效果就如何 如果说途中没有什么有机质 用卫生物的效果呢 就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那有时候还差的不止一点半点 所以呢 就是说尽量 可以帮它多用一点 这些东西 注意有机质的这个提供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提供 让我们去听众朋友做一个了解 来 633-86-1 633-8601 这是现场COIN专线 欢迎我们鄉亲多家的利用 再来是我们的小厨 小厨 小厨说到最近气候很燥热 这回馈的这个定颜 都容易会念 所以问问老师 要如何处理 有什么样的方式吗 这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喷雾 其实他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都是一个叫做 日烧的这个定情形 所以我们通常去跟他说 叫做定烧病 这有的定烧在说的是 这个 是一个缺鈣 还是什么来引起 这是一种 有时候太热了 确实是太热 这特别的 这种夜烧 定烧这种的这个经营 是这个上市 因为并说 像我们最近 如果是热闪好天 不是热闪漏 还是热闪 几天 现在希望能处理 那些热闪 就热闪 几天 这有时候 会烧到整个 真的把它放到 那么 正经在这个温室里面 就会比较 比较严重一点点 那么就会比较 严重一点点 所以 这基本上是有这种 的这个 这个得力 那么 这有时候这种 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 热闪 黑暗天 来变好天的时候 温度快速 卫生这个日照变强 那他就订订了 那核子都想过头子 那就很容易 热到炒味道 所以 尽量就是说 在黑暗天后 我们可以 注意这个 当然有条件 可以遮阴 但是 有的说 很不简单 出力 又把这些 就有时候 当中楼的时候 你没想笑这些 真的带不过 所以呢 有时候 适当的 这个注意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温度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通风 因为 很多有时候 我们热人 从这个夏天 这个小黄瓜 很容易 在温室里面 虽然我们都有通风 有用 你若是没有这个天堂 那么 很容易出现到 这个 40度左右的隔温 你若是 有天窗 可能 38度 40度 你若没有天堂 都超过40度 你若有一个水分 不够 或是 依稀子行费头管 他行费就会超过大 那么这种 这是一个 生理性的障碍 这有时候 我们高温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 叫做定骚 那么这个 行费 收到超过大 去的一种 这个情形 所以 注意水分 注意水分 这些 定验 可以 微噴霧 这种 这些效果 这个很不错 那么 有人说 因为温室效应 这 台湾 如来如爪 这不是跟台湾如来 好像整个地球都发烧 那种感觉 那么 这个目前看起来 如果说通风不好 那么 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你要去做的这个工作 不是说去埋盖 埋盖 埋盖也知道埋盖 但是那埋盖 那埋盖都埋盖 你怎样埋盖 都埋盖 我有埋盖 怎样埋盖都埋盖 因为 它其实真的是高温引起的这个障碍 他说我玉米塑也有在盈 玉米塑有在盈 但是你如果超过40度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忍受的这能度 他那个今室的 这个停度就是高超过40度 超过40度 超过40度 他就要绝对 这个心味 会稍微不稍到 这个心味就要稍微打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说 呃 在这个热人的时候 注意这个结尖 这个淡肥不要太高 那么他结尖 不要太短 他不会Q了太短 这个或许有一点点作用 但是这都是说的 都是 呃 有时候阿伯都会觉得说 说痛 因为 我们是要高 钱钱就要多 对吧 有时候今天阿伯看到一个新闻 啊 啊 这个投资了 好像2亿吧 啊 在种草莓面 说真的 我如果有2億 我没有要种草莓面 我要回家睡 我要探 2億 文心在种草莓面 我没有要 说真的 有的说 你对不是热爱农业 我跟你说 阿伯的热爱农业是因为 可以贪到钱 我觉得有钱贪 啊 啊 这个做到个身体健康 有什么行业 不能做到身体健康 还有钱贪 当然你如果做得很累 就不会健康嘛 啊 所以就是说 你要把温室乳务管 我也知道说 把乳务管的时候 他就不会定烧 但是 没办法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说好 下一次会更好 或是冬要打得更高 所以就进入到这个 这个死循环 一天 有朋友跟阿伯说 说 我儿子就要回去做 我说 慘了 我听到这句我就知道 他终于要打温室 真的 这温室又给他搭下去了 啊 这个 又是一个死循环 这东西就是这样 但是呢 你说 对还是不对 其实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是因为说 人没什么对还是不对 这个 你愿意放弃 放弃 放弃100万 200万 300万 因为你知道 钱对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 你要对救的 又另外一种 但是你说 我300万不贪 我要回家做 是要贪超过300万 啊 我是放我们很多好朋友 还是要想一想 当然 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 你老子有五大会来 两大 两大保产鸡 还有两大裹鸡鸡 那么绝对要放弃300万的年薪 回家继承家业 这绝对是超过300万以上的这个收集 所以不太一样 那个基础不同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嘟到这种高温的时候 这不是说仅仅仅仅 这回贵的一个 对其中一个异常 consists of the body and the possible 一般amoset 变成了 有收集从远汗 有变景 ve他命 C的含量 和汁性胱 成了 � bachelor 叫下 这种问题都搞理 所以这高温 高温是我们必须要 高温是我们必须要去去 doświad 所以水分 水分是最重要的 你绝对 不能给他杀水 所以隔氛的時候增散量很大 那麼一定要注意通風 所以水分通風這兩個 那麼水溪裡面你要如何讓散熱 散熱最重要的就是通風 有人說遮音 內遮音有遮也是可以 但是內遮音不能夠過度使用 因為內遮的效果沒問題 好 再一個就是在熱人的 來重新連發 我就知道 好 沒關係 熱人 等到夏天呢 力量都來了 稍微等一下喔 我們聽著名字稍等一下 因為這種動線的要稍等一下 待會來練才有效果 要不然效果出不來 這個是經驗之談 凡事都要靠經驗 好 先去旁邊聽著 待會我們是連線上以後 你有任何問題 有主宰使用上 不清楚 不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比較康應專線 好 老師來 剛才說到熱人 說得痛 對啊 呵呵 好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啦 就是說你在種的時候 要怎麼可以將它閃過 不及薄它比较能够透气 其中这比较不胜温 那么如果是更有更有更有条件 你可以把它蓋中草 这蓋中草的这个温度更稳定 所以这有时候就说 因为筋的有问题就比较容易定烧 吃水吃得不够就比较容易定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摆天的时候 摆天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黑暗天尽量不要太多肥 落在肚子都吃不到 它会造成依稀的累积 所以如果黑暗天的时候 我都会说黑暗天要做什么 黑暗天就是要冰虫害防治 冰虫害防治的时候 你可以用肥料做页面肥 如果是到黑暗天就用这个滴灌 如果有条件做滴灌 要不然就用溢肥 不不不不 因为某人的时候 很忌讳就是这个 落在土壳他要吃就有 这回歸很純粹 他对这个 这个环境的民感度 最大的一个桌子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的这个顶点 所以这个顶骚的这个问题 大概就只能这样来处理 那么在这边个人就是说 注意通风 这个水分光谷一定要有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夏天的时候 千万五湯 千万五湯 用一些奇怪怪的这个东西 什么叫做奇怪怪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 用一些石灰硫磺合剂 这种东西就很麻烦 所以这可能让我们和朋友 先做这个了解到 那么其他就是通风水分的这个 管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注意和朋友 你先做这个了解 那正经心目的海气 不用紧张 他旁边如果是有彻牙在发 比如说你藏到够了 他旁边彻牙 彻牙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烧焦的那个顶点 把它黏掉 他很快就这个顶牙优势 就把它替代掉了 也没什么要紧 当然我们尽量不需要 有这种问题发生 这让我们听众朋友 先做一个参考 嗯 好来 6338601 6338601 这是现定位点位 海南乡亲多家的利用 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秉华 秉华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好 再看 来 另外是听友 嗯 好 再来是听友阿杰 阿杰问问老师 老师你有说过 他说 这个民导的母亲 不要漏肥 知道的时候 知道的时候 知道的这个时间 有需要 灌开金属 还是说 灌这个牙包杆菌 尋众牙包杆菌 各位应该 包括你之前 说的这个肥料 是四核还是五核 这个豆子 其实我们豆子好 菜豆子好 这 我们留一个圆 一句话总结 豆子没生没落肥 这原因就是 为什麽是这个豆粒 这我们爱一材 跟我们听众朋友弄掉 豆子 如果说肥料可以买质 你就够了 你就够了肥 你够了肥 万我豆子去买 比如说你做的是 这个豌豆的 嫩牙 豌豆牙 你就用玉米酥 这肥够了肥料 淡素够了肥料 我们做民豆 民豆的肥料 应该是没有人在吃 肥料要有人吃 那么这种民豆的肥料 大概没有人在吃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就是要让它慢慢大 所以重要就是 你要让它有根油固炭菌 根油固炭菌 你根油固炭菌 你若是小小脏 你下很多肥料 根油固炭菌 其实就不容易接种成功 在台主人里面 这个困他就自己没得到外 那么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留一个圆 说这个情形 就是说 因为豆子很怕洪杖 豆子洪杖 他就很万事 所以我们希望说 社长给他稍微担担 不要太烙 因为你社长给他很肥 他就很烙烙 所谓烙烙 就是说街间的 牛肉很长 这对我们广告里面 没人说得好 我们要稍微咬一下 他的这个 比较老 就比较 早成熟 他以前成熟 他就去面临到这个 生存的压力 所以他以前开灰 开始在开灰 这开始有开灰 开始这个豆子洞在生 那时候我们肥就要把它烙下去 就是要让他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稍微多一点点的淡肥 这个通常 我们的五盒子 五盒子就是台肥 我们在说的这个五盒 我们没收台肥收公共肥 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 就是说我们破片 大家知道 你说五盒 你就知道说五盒 台肥五盒 你如果说其他的公司五盒 的肥料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 什么成分你不知道 这因为当时我们国来就是这样 就是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要怎么说 就是习惯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 因为那是国营的 以前的 当然现在有人说民营 台肥是该民营 其实也是政府的控管 只是说他在 有民营的股份 那么台肥五号他淡肥比较高 就是十六八十二 因为这林太多 在土壤里面其实是政家 做本的质借负担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下四十三 四十三就是我们说的 傻瓜肥料 什么叫傻瓜肥料 就是说你说他对他 说他不对他也不错 他就是十五十五十五 什么东西就是都平均的 我都要什么都有 黑白肋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如果不知道要下什么 你黑白肋你就要下四十三 你说他好他也不好 你说他不对他也对 所以没有对没有错 这种叫相怨 所以一般来说 这些东西在留的时候 当然当然是没问题 比如说你要下四十三 不然我反对 我没有反对 只是说我们 既然专业我们的政策 比如说你在家里在做菜 我都给很多 比如说你要用什么肥 我说你买四十三 为什么要买四十三 因为他有时候要做葡萄 有时候要做肥萄 有时候要做肥萄 有做豆 有做肥萄 你叫他五盒 买四盒 买一盒 买四盒 买三十六盒 买买那么多 他还会效用 他全非 你整个叫他四十三 他欲白肥 欲白肥 有肥萄 探充就好了 但是我们专业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能这样 随随随随 所以我们在需要 淡肥多的时候 我们做民豆 淡肥多 这台肥五号 这十六八十二 不是说一定的台肥五号 我这个基礼就是说 他 豆很需要这个吃肥 豆很需要吃肥 其实贵哥鱼都要吃肥 那么这个 淡肥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通常就是这个十六八十二 他通常有这种 这个比例 当然你若是用一种特质号 就是有一个硝酸泰蛋 特五号 第五号 这种的 这有一个硝酸泰蛋的一种 他的比较 就更快速 快速 但是有的人会用 这种 他说特五号吃败 吃没肥 那麽要不要一体 你要下这么多 他当然就不好 但是这个比例 他淡肥比吃肥 更高一点 所以你豆子刚生的时候 已经掉了 有的人说 甘肥 甘肥要下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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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怕就先下四核 他现在都掉材了 你就下五核 就是大概是这样 这四核 四核 五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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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核 一般通常在豆子里面 你若是 之前有得下肥 不然说的 不算不下肥 你开始生的时候 一般是要下五核 因为你要让他有足够的淡肥 他效果 效果更好 所以通常 五核 四核 五核 四核 交错来热 这热起来的 这个逸数和43核差不多 就是说一蛋夹比大概一比一 但是一零的 这个投入量的减少 这零的投入量减少 对到途中就减少到这个负担 他比较少 他比较少 途中比较少 有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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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给我们好朋友 先做一个乘客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四核 四核大概就是 十一 5.5 二十二 蛋夹比一比二 你说 那一定要代表 不用 你也可以去找 大概就是蛋夹 一比二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 我有一个时间 因为你 你现在五核五核四核 你落到 他要再一枝灰 所以 你还要给他有架 他比较容易开灰 不然你都给他 一直都落五核 他会比较复杖 那我们一般到我落四核 他就会比较复杖 这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条件 那么 税长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 灌这个开金锁 这 这 这 你也知道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里面 我认为 因为你如果说开金锁 很多人在说的 这个标准的这个开金锁 这个上次是NAA 哪里酸哪 那么这种东西 对政府的一些行动 没有那么的重要 在古早时代 其实它好个久 因为NAA 对到断掉的筋 又发生的 断掉的根 在掌心根 NAA是有用的 所以比如说 以前我们在种这个 荷雷菜 没有血盘苗 我们是由肚子抠起来 抠起来它的筋的回去 所以它会灌这个开金锁 有的人叫做移植 移植零 这种东西就是NAA 哪里酸哪 他灌下去 它的筋的 这个筋 那时候 那种由肚子抠起来 并说 你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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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血盘苗 你是由肚子抠起来 这种 这种 你灌NAA 这有时候灌太多 电头去影响到它的这个行动 这有这种过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说不放心 要让它拌掉更好 那我还是个人的建议 你灌玉米塑 尤其若人这个时间 你如果面团比较紧 这个肚子的温度更高 那么这种障碍 这种东西 灌一些玉米塑 要用一些殉壮牙包杆菌 殉壮牙包杆菌 殉壮牙包杆菌的目的就是 在社长给它煮一风霞 像我们在煮新冠疫苗 煮一支 煮不够 第二支 第二支 第三支 煮三支应该打好打满 现在还要安排 第四季的加强针 那为什么要做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更长 大化的生命不长 所以你不用 一二三四季 但是一遍两遍 这个当然是有无一一定的效果 这殉壮牙包杆菌 可以 增加它对病害的一个控制 这个是有用的 这是给我们好朋友们 先做一个参考 当然 灌一些东西 有的人不放心 一定就要下肥 这我也没意见 你如果做得好 谁就好 只是说 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你这样做 最容易成功 有的人说没有 那要怎么办 这就没办法去 不然人家说你如果做得好 这点最重要 不然他再去强调 喂 老师有听到 你有听到吗 喂 喂 莫非又要断讯 奇怪 喂 喂 一 二 三 还好 他也回答差不多了 没关系 老师嘛 回答的差不多了 不过他就说 喂 喂 所以到底是怎样 不清楚 今天呢 好歹呢 也把节目呢 进行了到一个尾声 所以没关系 刚才我们听到的问题 也回答的差不多 所以今天呢 节目进行到这里 来到52分了 不要紧 我要是给老师 跟大家说一下 讲最后 说个几句 我们再下现场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老师 刚刚你唯 唯应该就是觉得有点怪 其实我有听到你这说 不用烦恼 是啊 你有的我也有听到 但是我就觉得怪怪 可能要回去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是的 果然就断掉了 你一二三就 就不好了 好厉害 我现在也很有经验 对对 所以宝妹 从今天开始改名 改成成功 哈哈哈哈 哇 这样就好了 八百公尺 五百公尺 三百公尺 好好笑喔 讲到这个 其实因为老师 因为你讨厌的问题 也回答的差不多嘛 所以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比较放心 真的不行 也没关系 最少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 还算挺不错的啊 我这个人是这么看待 今天两小时的节目 而且回答的问题 也蛮丰富的 其实很多朋友 觉得阿波老师 怎么这么厉害 我回去呢 也有人问起你 我回去金门呢 有人听过你的节目 他说你说什么 不然到底是几回 我没有几回啦 给我几回而已 他说我看得很少年 你阿波老师跟他很少年 我说你知不知道 都很年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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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兴喔 对啊 对啊都很年轻啊 我孙子也问我说 阿姑姑做节目就是 大家好我是宝妹 都要说一句 其他都不懂 有时候想到小孩子在听 因为他那时候有来听节目嘛 到啊 刚才一陣子 就是暑假有来过 后来就没来了 不过时间再快啦 时间这个其实是很快 两三年这样过后 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变化很多 最近呢 若是不要因为 恶物战争的关系 我相信 可能有一些粮食价格 还不会长这么凶 你知道我之前回家买蜜蜜 那大包的喔 我记得我从一百一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现在买到多少 一百七了 蜜蜜的价格是对的 对是不贵 没有错 但是阿波老师外一说 就是短时间喔 从 我今天年车我的价格 跟现在我的价格 又不一樣了 你如果 你如果把它算起来 就这个时间才半年喔 阿 你如果是说 一次要起十块 你没感觉 好像贵一点点 但是你头纸费六块 我会起幾个人 你把这个东西算起来 那个真的是 会怕 会怕人 那天我遇到我们 六楼的一个退休老师 有趣的 他说 我今天去买水果 我才发现 有价真的有上涨 我今天就爱酒 我就说 有价上涨已经很久了 你最近才有感觉 以前在买 感觉就感受 又没有想到水果长这么多 其实水果你说长很多吗 我感觉说还好 真的你要说水果长很多 那是因为水果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以量计价 你量多量少 有应用到供应需求 农事 农业的市场就是这样子 你的介绍就是供应决定 供应决定 要决定价格嘛 今年要看你买什么 看你水果 你如果说其他 你又是说其他像一些 水梨方面的价格 我发现跟往年也差不多啊 甘露梨是比较大 一件百三 这就是很普通的价格 但是小时候 有一种叫外嘴鸡 外嘴鸡呢 都知道吃好味 我再说我两个字了 普通的这个梨子跟甘露梨 他就说 姑姑这个比较好吃呢 废话 废话 我都很想说 你讲个废话 因为他喜欢吃梨子 但是我有跟他洗脑 我说你也喜欢吃水蜜桃 但是你觉得梨子比较滑的啦 还是水蜜桃比较滑的啦 一颗水蜜桃要这个价格 梨子也是这个价格 后来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还是吃梨子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闲话比较多 明天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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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